你 他们要是没睡怎么办 这个点他们肯定都睡了 惊喜 奶奶 妈你怎么还不睡啊 对啊 我们要给你们办欢迎派对吧 那个 天不早了 我们也早点休息 你们也早点睡啊 对对对 你们坐飞机那么久了 太累了 赶快回房间休息吧 妈说得对 我们 欢迎派对明天再办 今天我们就 先上去休息了 行行行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赶紧休息 照这么霸展下去啊 老太太已经很快就要帮上重寺 是了 别打扰他们了 小声点 赶紧走吧 先上去休息休息 走啊 走啊 来 赶紧走 林太太 你 该休息了 我这不是在收拾行李吗 你要是困了你就先睡吧 你不躺在这儿 我怎么睡得着呢 睡不着的话 你就找点事情做嘛 好 干嘛 我就忙着呢 不是你让我找点事情做吗 要不 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遵命 老婆大言 老婆大人是看上了歪末这个平台 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以瑟瑟现在 可能达不到歪末的技能标准 嗯 顾兮兮 你现在是歪末的老板娘 歪末所有的门槛 都可以为你重新设立 我不要 我决定把这一刻当作我的 期末节夜作业 所以你绝对绝对 绝对不能帮忙 嗯 好吧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真乖 哎等等等等 嗯 该进入主题了 嗯 李思辰 李思辰 进去完就爱上学习了 这么困 昨晚跟你思辰学到很晚吧 要不我派你去仓库 派你库存吧 我刚才经过 看你很闲哦 我还有衣服没润呢 是吗 老板 别换 喂 老公 现在过去啊 行行 等我一下啊 拜拜 拜拜 这个教育法务部就可以了 我和思辰在一起呢 那就只能让小雅招待你们了 玩得开心 妈和你说什么呢 妈带着朋友去这次逛了 说回我们的事情 思辰 我这个申请表都还没有完全写完 怎么就开始谈入住的事情了 你已经写得很严整了 我只是让他们再帮你丰富一下 对了 通知市场部门优先审核CC的资料 思辰 可是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插手 一切都是按照外贸易的规章制度来办 他确实没有强迫我们 他只不过是把三个月的工作量 压缩了一天万长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都是按正常的加班来算的 加班费按照行业的最高标准 而且 项目结束还有两个月的代薪休假 那会不会太辛苦了 怎么 心疼你老公了 我是说你的员工 真正辛苦的是我们 你们俩再这样公开的秀恩爱的话 我就要申请工商礼牌了啊 这样 你去财务部 把你这个月的工资解一下 明天不用来了 来 看一下这个 那尹太太先看一下合同的细节问题吧 这个也不用了 你们只要记住 这是歪貌老板娘的项目 在不违反公司规定的基础上 你们自己把握细节就可以了 懂了吗 明白 紫辰 好了 工作聊完了 我想你了 我不是在你旁边吗 工作时间能算吗 我想 讨论 你看 是不是在你旁边 有人在公司 他们都看着我 大家是不是都看着我 做不来呢 这个 这些就是走秀 准备展示的衣服吗 还有一些没有摆出来呢 压轴准备用哪一件啊 你看 菜队有奖励吗 什么也没有 那我就只能自己找了 我在工具呢 这次走秀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西西搞得神神秘秘的 好多细节我也不知道 看他这么精心准备 应该是要给我们个惊喜吧 你不好奇这惊喜是什么 我就等着到时候看 我不想打破他的惊喜准备 好吧 我说到惊喜 我这里有两张某人爱豆 演唱会的门票 要吗 要 那你至少先告诉我 西西喜欢什么样的求婚 你要跟西西乔 我 你们说什么呢 我朋友送了我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我不想去 那就给小雅呀 他不是喜欢这种活动吗 给小雅 成交 给小雅 奶奶 你 喝 别 我们 我们